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的变化 就是大家知道蛋糕店嘛 就是蛋糕店旁边还有一个压缚店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大家商量了一下 觉得蛋糕店的生意还可以 然后就准备扩张 准备把压缚店纳入蛋糕店 然后就准备扩张嘛 然后这个事情也是从去年 就是开业之前就有在说 然后到去年过年又重 又被重提了 然后大家商量着 那今年就正式做了一个决定 决定说把蛋糕店扩张 然后把那个压缚店的话 就是并入蛋糕店 然后就是两个店面 就都作为蛋糕店来 这也是大家商量的一个结果 对于这个事情 我也是蛮同意的 说实话 蛋糕店要好好地发展下去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是吧 因为是这样 蛋糕店本身就是因为 就是那个店面本身比较小嘛 它里面要做操作间 外面要做那个 外面的话就做卖场嘛 就一个特别小的店面感觉 就太小了 现在的话本身感觉很多时候就觉得不够用 然后现在的话准备把压缚店 并入到蛋糕店的话 就是也是一样里面做那个操作间 外面做那个卖场 然后可能还会新加一些其他的项目吧 反正是已经决定了 已经正式决定了 就是说去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然后关于压缚店的话 压缚店是父母的嘛 就是我婆婆他们 本身是我婆婆跟我公共他两个人 在这边这个压缚店 因为压缚店本身是两个 然后东校区一个西校区一个 然后这蛋糕店是西校区嘛 西校区这个压缚店的话 就是本身生意没有东校区那么好 然后而且他之前也有一年的空隙嘛 再加上我婆婆说 因为我现在怀孕很快就要生小孩了 到时候他可能根本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个店 就是说可能要去照顾我呀 或者照顾小孩呀是吧 然后就不太有那么多时间去打理这个店 再加上东校区买移在那边的话 他那里也是特别的忙 就是他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以前在我没怀孕的时候 是我就是安排着我在那边帮忙的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 就是西校区这个店不做了 就是并入蛋糕店之后 然后妈妈就可以去帮忙满姨 两个人去做东校区 好好去把东校区的那个店做好 因为那边真的就是忙起来 以前我跟满姨两个人忙起来的时候 都忙不过来 就是人比较多嘛 然后现在的话是妈妈跟满姨在那边 有些时候就是说忙起来 他们两个人也忙不过来 要是我在的话也可以去打一下下手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 经常是经常是看热闹的 就没帮帮不上什么忙嘛 所以说妈妈跟去帮满姨的话 这样还是好一些 那个店确实是需要两个人 就是把婆婆的蛋糕店 真用了之后 然后其实蛋糕店还是以前的人在做 可能到时候会再招师傅嘛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是货卖空了 做不过来 可能也会招师傅还要招人做事嘛 希望蛋糕店发展的越来越好啊 现在的话就已经确定了 就准备装修了 就是因为蛋糕店的话 还有一些就是面包什么 货部都还没有处理完嘛 所以说先把压迫店先打了 重装嘛 然后一步一步来 然后蛋糕店到时候 现在具体的装修方案 就是有好几好几种 到时候看具体实施哪一个 还要看学校允不允许我们这样子 所以说也还是挺纠结的 挺麻烦的 就到时候看就是装修的情况了 一步一步走嘛 就是之前商量的是蛋糕店 是从3月5号开始歇业重装 然后到3月18号 选了日子的嘛 3月18号开业 就是附近周边的朋友 也可以过来玩 因为会有一些活动嘛 开业的话也不只是一天 有很多 应该是有好几天的 那个开业活动 都在都在 优惠活动的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过来玩 是吧 好几天 好几天